新北市环保局与深坑商圈合作 推出新北市第一处不速商圈 除了设置REBAC带带香船回收箱 商圈内128家业者 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塑胶用品 对此深坑里里长黄建强表示 由于过去就曾经和在地学校 及慈祭办理过循环餐具等活动 再加上消费者的观念进步 所以商圈店家也都非常乐意配合 这次的不速活动 我们店家其实之前也有跟 包括慈祭 还有我们自己的商圈 跟我们时定高中 有做循环餐具这样子的合作 所以店家对于回收 不要再使用这些塑胶带 其实也有共识 除了店家不主动提供塑胶带之外 在老街上的深坑厅 也设置了REBAC带带香船回收箱 分别有干净的塑胶带 纸带和不支部购物带 让民众可以取用 或者是将自家家中的闲置购物带活化共享 在我们的商圈里面 就有一个二手袋的回收箱 你不需要用到的 可以帮我们分类 放到我们回收箱里面 出门没有带到 临时需要的 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箱子里面 把你需要的提带 然后把它带走 去装我们消费的这些物品 我觉得这样的观念 会让我们的环保 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实际走访了老街店家 业者对于不速商圈的推斗 都相当支持 也表示大多数的消费者 都会自备购物带 并且能够接受环保带 再利用的观念 所以民众在消费时 店家也会顺道提醒商圈内 设有REBAC带带香船 可以多多利用 大部分都会自备购物带 蛮多的 那像我们的部分 我们会尽量鼓励客人 就是可以 他常常都会把他用过的带子 再带回来装我们的商品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那一般我们都 会蛮鼓励这个客人 这样子 就是他可以重复 使用这些纸袋 不要造成一些环境的污染 这样子 如果客人需要的话 我会告诉他说 那个在生坑厅那里 有那个公家备的 可以去那里拿 另外为了鼓励消费者 响应补塑 还举办了补塑 消费生坑好多幅 除了可以线上响应 在新北爱环保的粉砖 完成分享任务 就有机会获得 生坑商圈畅游券 另一个就是从9月7号起 到10月31号的活动期间 到生坑商圈消费时 落实不速行动 并且与活动海报 跳卡或不速手版合照 再上传到活动的网站 就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就可以获得 5000元的邮政礼券哦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生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